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避免改变将导致更大的痛苦和遗憾 灵性高的人理解到改变不仅是一种选择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拥抱变化将其视为自我实现和内在成长的途径 这种态度让他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时 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韧 他们知道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探索的机会 每一次的困难都藏着转化的种子 这种深刻的认知 使他们能够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学习和成长 进而达到更高的自我觉察 灵性高的人通过内心和自我反思 不断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和谐与平衡 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成功或认可 这种对内在平衡的追求 使他们在生活中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平静和智慧 他们懂得如何聆听内心的声音 并按照这个内在指引来行动 这不仅使他们能够做出更符合自己真实需要的决策 也使他们能够以更加开放和接纳的心态 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灵性高的人还明白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于与自己和谐相处 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共处 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积极正面的连接 无论是与人还是与自然 这种连接不仅丰富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也正面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和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 灵性高的人成为了改变的催化剂 他们的存在和行为激励着周围的人 也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 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和转化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无声地传递着一种强大的信息 通过改变自己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甚至是改变世界 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 或社会地位 而是来自于他们内在的觉醒和智慧 他们的强大 来自于对生命深层次的理解和尊重 以及对成长和转化不懈的追求 因此 灵性高的人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生存者 更是生活中的灯塔 他们以自己的光芒照亮了周围的黑暗 引导着他人走向更加光明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但要知道 康庄大道并不是别人铺好的路等你走过去 它是你在摸索中 跌跌撞撞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你知道吗 灵性高的人终将强大 这不是说他们拥有潮能力 而是他们拥有改变自己的勇气 是的 改变自己很痛苦 但如果不改变 那么痛苦将会伴随一生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生活不如意 工作不顺心 但抱怨真的有用吗 抱怨 只会让你停留在原地 一事无成 真正的改变从自我开始 从面对自己的不足开始 不要害怕改变 因为每一次的改变都是成长的机会 有时候 我们也会想去改变别人 让他们变得更好 但如果对方的价值观中没有这个意识 那么这样的改变就是徒劳 我们需要学会尊重每个人的成长进程 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 没有人能替你承受 也没有人能替你体验 这条路上的风风雨雨 都是你成长的养分 当你学会拥抱改变 接受挑战 你会发现自己的潜能无限大 不要害怕前方的位置 因为每一步都是向住更好的自己迈进 记住 灵性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更需要坚持 但当你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你会感激每一次的跌倒和每一次的战绩 在这个旅程中 保持好奇心 保持学习的心 因为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 每一次学习都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也许你会问 我怎么知道自己在走对的路 答案是 跟随你的内心 跟随你的热情 当你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时 每一步都是正确的 灵性的提升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更深刻的理解和面对现实 它让我们在困难面前更加坚韧 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 改变自己 可能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事 但当你真正做到时 你会发现这是最值得的投资 因为你投资的是自己 是你的未来 不要害怕走自己的路 因为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康庄大道 在这条路上 你会遇到同行者 也会遇到阻碍 但只要你坚持下去 前方一定是光明的 最后 记得享受旅程 因为人生不仅仅是目的地 更是沿途的风景和体验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旅程中成长 成为更好的自己 改变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 不要等到明天 因为明天永远只是一个概念 而现在才是真实 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这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真真切切的可能 因为当每个人都在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时 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你的每一次努力 每一次改变 都是在为这个世界 带来正面的影响 在探索灵性与个人成长的路径上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深刻的真理 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往往伴随着痛苦的改变过程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种痛苦远不及当我们选择停滞不前时 所承受的苦楚 我们总是试图改变周围的人 希望这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但问题是 这真的是一条通往更和谐关系的道路吗 当我们深入思考 想要改变他人的动机时 往往会发现 他源于一个简单却强大的愿望 与他人建立更融洽的关系 这是一个自然的渴望 反映了我们作为社会生物的基本需求 但真正的挑战在于 持久且健康的关系 并不是建立在不断地忍让 或是一方对另一方的 无止境包容之上 相反 他需要双方都能够真诚地表达自己 并对对方持有尊重 许多关系的失败 其实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冲突 或是意见的不同 而是源于一种更深层次的不满足 我们无法在相处中找到快乐 感觉自己越来越远离真实的自我 当我们被迫扮演一个不真实的角色时 最初可能还觉得新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伪装只会导致双方都无法真正放松 关系变得紧张 最终可能走向破裂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如何在追求个人成长和灵性提升的同时 维持并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改变他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相反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改变 以及我们如何接受他人就是他们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或接受不健康的行为 而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 毕竟唯一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 当我们开始内在的转变 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成长上 不仅仅是灵性上的 也包括情感和心理上的 我们会开始看到周围的世界也随之改变 这种改变不是因为我们直接改变了别人 而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自己 从而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 我们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开放 也更有能力去爱和接受爱 这种从内而外的变化 是真正能够带来持久和谐关系的关键 接下来 我们该如何实践这种由内而外的变化呢 首先 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 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限制 这需要勇气和自我反思 但这也是成长的第一步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自我接纳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同时也欣赏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点 当我们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接纳 我们也会更加容易接纳他人的不同和不完美 此外 我们还需要练习同理心和开放的沟通 这意味着我们要努力理解他人的感受和观点 即使我们不一定同意 开放的沟通则要求我们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同时也倾听对方的 这种沟通方式能够促进理解和尊重 是建立和维持健康关系的基石 在人生的旅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但这条路往往并不容易 它充满了挑战和磨练 有时候 我们会感到改变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这种痛苦来自于就我和心我之间的挣扎 来自于习惯的改变和舒适区的离开 然而 如果我们选择不去面对这种痛苦 不去追求成长和变化 我们最终将承受更大的苦楚 这种苦楚来自于停滞不前 来自于看住生命中的机会溜走而无能为力 它来自于看住自己的潜力被埋没 梦想和希望逐渐褪色 所以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最终将变得强大时 我们是在谈论他们选择面对改变的勇气 以及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深刻启示 然而 这条成长之路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踏上的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 自己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意 他们可能会变得消极 悲观 甚至否定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在这种状态下 一些人可能会试图通过改变他人来寻求慰藉 将一段关系视为救命的稻草 他们可能会不断地告诉自己和别人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但这其实是一种逃避 一种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在问题的方式 通常 这种行为的背后 是一个社交圈子过于狭窄 关注点过于有限的人 这种状态提示我们 需要走出去 扩大我们的视野和关注点 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广阔 认识到自己的圈子和注意力有多么狭隘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长期无法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有时候我们需要外界的视角和专业的指导 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状态 并找到前进的路 但最终 让我们真正强大的使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自己身上 在所有对外的关系中 伴侣关系或许是最基本 最长久 最重要的 然而 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种更为根本的关系 那就是与自己的关系 表面上 我们似乎更在乎他人的看法和评价 但深入的看 所有的评价和看法最终都指向我们自己 真正影响我们自尊和自我价值感的 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而不仅仅是他人的评价 这就带我们回到了一个基本的真理 如果你想要他人对你的评价更好 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试图改变他们的看法 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意味着投资于自我成长 意味着勇于面对改变带来的痛苦 意味着持续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反省 当我们开始这样做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提升自己的能力 和扩大自己的视野 我们也在建立一种更加积极和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们开始更加自信 更加满足于自己的生活 这种内在的转变自然会反映在 我们的外在世界和人际关系中 因此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最终将变得强大时 我们是在肯定那些选择自我成长 面对挑战和痛苦 并最终实现自我超越的人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但它也是通往真正的内在力量 和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 有人说 灵性高的人终将强大 这句话背后的意义 远远超出了字面上的理解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那些 有着身后宗教信仰或精神修行的人 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勇于面对自我 敢于接受改变的挑战 并从中成长与进化的人 改变自己对许多人来说 的确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 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弱点 挑战自己的舒适趣 甚至有时候需要放弃一些 深根固住的习惯和信念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但这样的痛苦 与因为拒绝改变而遭受的长期苦楚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希望我们的改变 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 希望他们也能看到我们的成长 并受到启发 有时候这确实会发生 我们的行为和改变可能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激励他们也开始自己的改变之旅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保持不变 然而 当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成长中 当我们的事业和格局因此而扩大 我们对于他人是否跟随我们的改变 就不会那么执着了 这不是因为我们变得冷漠 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 每个人的旅程都是独特的 我们无法强迫任何人走上他们不愿意走的路 改变自己 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我们的性格 习惯和信念都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 要想改变他们 无异于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 但正是这场革命 让我们有机会突破自我 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